各位民宿的讀者大家好 好久不见我是彭于燕 今天的四套 还有拍摄封面的颜色 红色 蓝色绿色为主 都很喜欢 我喜欢新鲜的色彩在 寒冷的天气出现 这种感觉特别好 风格也都不太一样 主要是秋冬的感觉吧 然后比较多colleggen的衣服 像我身上穿这件我也很喜欢 平常如果是 跟家人出去吃饭 就其实台湾的话 就比较简单 T恤牛仔裤啊 然后如果是去运动的话 就可能是比较 或是去看电影就会穿比较 sporty 一点 可能运动服比较多 主要因为是功夫片 跟可能观众朋友了解的 古装不太一样 功夫片是比较少 飞檐走壁清宫的 比较属于实打的 所以很多的动作是必须得 亲自上阵 也必须得花时间去训练 那拍摄过程中最难忘的一场戏 应该是 最后一场在火中跟 洪金宝大哥对打的一场戏 那场我们拍了30天 每天的6点 晚上6点 开工到早上6点半 过着吸血鬼般的生活 然后但是 那一场戏为什么难忘 因为我们是在火里面打 然后全部是从一楼打到二楼 二楼打到三楼 所以在三楼的 一个木板 的梁上面做 大量的功夫对照的动作 拍完以后我的聚高阵也好了 希望我可以把我心目中的黄飞红 重新塑造 然后出现出一个 出彩精彩的角色 然后把黄飞红的精神传递下去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